现在这个线素已经拉下来了 好线素拉下来之后呢 我们把这些多余的刚刚准备工作 做的一些线啊 这些把它解开 好 继续 2 3 3 4 7 9 9 9 我们先把这几个插头 直接插回去 刚刚把它开的那三个插头 这个地方要注意的话 就是9孔的必须是插9孔 你插4孔插6孔 是插不进去的 当然这样的有一个好处 就是大家永远不会插错 好,那么现在我们插插头 好,插插头的时候 我们同样的把这个透明的橡胶罩 把它往下扯 然后刚刚的三个线 因为这个4孔是在比较深入的 所以我先插4孔 好,听到搭的一声就可以了 然后再确认一下往下拉 好,拉不掉就贴了 然后6孔的 好,插好 还剩最后一个 9孔的 好,这个就下面的部分就插好了 然后我们现在做上面的部分 好,上面的部分我们把线往外震出来 把两个螺丝拧开 离开之后就跟刚刚的步骤是差不多的 好,这个定位销 好,先在这里找位置 好 对准好位置 好,对准好位置 用力把它卡紧 第一次装可能会有点比较难进去 但是没有关系 它是可以装进去的 然后后面装好之后 我们再装前面 装前面 把前面装好之后呢 好,把螺丝 上下两个螺丝拧紧 好 建议先拧上面的螺丝 好,然后固定下面的螺丝 好 可以看到装完之后 开关是纹丝不动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把刹车的副位 刹车副位 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小点点 大家自己在车上 可以看到有一个小点点 小点点的对准 对准中间这个半碗 这个中心 然后拧紧就OK了 把杂像切成为指定来 这么港